彰化139縣機車發生車禍 遭到撞擊喪命的是這支水路 水路遭到露殺 事後由縣府帶走處理 撞上他的機車騎士 是17歲的10姓少年 還未成年沒有駕照 自稱擦傷沒有大礙 不願意就醫 139有民眾跟水路發生交通事故 不照駕駛的部分 我們依不規定告發 事發在7號晚間8點多 八卦山139縣 山路蜿蜒 汽機車熱騎地點 限速40要求放慢速度 附近的居民 還有經常在這邊騎車的民眾 也有人曾經遇到過水路 不只山區139縣有水路出現 八卦山另一頭 張南路上也出現過水路 在大馬路上奔跑 驚險跟路過的車輛擦身而過 6月中 金黃石錯的水路穿越馬路 因為下雨天路滑還差點摔一跤 車輛駕駛也嚇了一跳 還好雙方都沒事 水路也迅速跑走 消失在視線中 因為經常出現水路 139縣也有 小心野生水路的警告標誌 農業處表示 八卦山出沒的野生水路 應該是921的時候 從飼養的農場脫逃 之後在野外繁衍 八卦山區成了野生水路的棲息地 未來也會研議綠離等保護措施 避免人和雪路的碰撞意外 TBS新聞陳志仲吳鼠屏 彰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郭忠祥